学IT 拿高薪就来千方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在小程序的这个全程配置文件中 我们可以给我们的一个小程序添加这种前局的 我们的小程序的这么一个type bar 在我们的很多APP里面实际上都有这种 类似是这种type bar的一种效果 那小程序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配置文件 就会配置这么一个type bar的一个东西 那怎么来配置呢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配置项 我们来看一看 在我们的这个APP.json里面 有一个叫type bar的一个选项 这个配置项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来配置 把客户端的这个底部 或者顶部的这个type栏 当时这个type栏可以进行页面的一个切换 那配置的话呢 我们需要这样来配置 type bar里面有这么一些基本的配置项 里面的每一个type 我们使用这个list的去定义 这个list是一个宿主类型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来定义这个type列表 在list的属性里面啊 这个type列表最多的话 可以定义五个 最少的话需要两个 当然这个type bar的位置的话呢 默认是底部 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头部 顶部的位置 当然这个type bar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啊 进行自定义 啊 如果是自定义的话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custom 设为tru 关键里面的每一个type 怎么设置呢 这地方有一些简单的设置 第一个是我们的一个路径 啊 当我们点击这个 type上面的一个 type bar里面的一个type 那这个时候的话叫导航的哪个页面 然后就是上面的一个文字颜色啊 是一个文字 以及它的一个选中图标 和这个 默认图标的一个设置 那我们怎么来配置呢 我们就可以 省这个type bar 我们打开我们的项目目录 啊 打开我们的APP阶层 我们在这个下面 我们添加一个type bar 然后在这地方 我们来添加一个 type bar的对象类型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添加一个list list这个宿主 我们可以在这个宿主里面 去配置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 这个我们的这个type 我们这个type啊 每个type 那这里面默认以后 我们写个text text其实就是我们的文字 比如说我们写个首页 好 然后我们也可以添加一个 我们需要再添加一个 那这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 比如说我们的日志 好 添加这两个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看 啊 注意这地方的话呢 需要我们设置它的一个 你只添加这一项是不够的 你需要指定它的一个 点击之后的一个跳转路径 那这个路径的话呢 我们要设置它的一个 叫page pass 那pagepass的话呢 其实就是我们上面 所 定义好的这个路径 比如说我们的首页 呃 就是我们的这个pages 斜线test 斜线test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下面的日志页面 我们设置为log logs 好 logs 好 这样一定义最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 呃 这个时候我们编译看一看 这时候的话 我们底部的话呢 就有了这么 两个 两个地址 啊 就两个tab tab选项 当然这个tab的话呢 位置默认的话是在底部 你可以设置它的一个position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position position 我把它设为这个top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的位置就会 它的这个tab啊 就跑到上面去了 我们点击之后的话呢 同样可以跳转到 我们的相应的一个页面 啊 没有问题 呃 但是我们在顶部的时候的话呢 它是没有这个图片的 我们默认的话 应该是boughton 在底部它是没有图片 啊 在顶部没有图片 在底部 我们可以设置它的一个图片 那如果设置它的图片呢 那这地方有一个icon path 和selected icon path selected icon path 指的是我们的这个选中的 这个图标的一个路径 而这个icon path 指的是我们的一个 默认的路径 当然这个icon的话呢 是由大小限制的 这个icon的大小的话呢 被限制在40kb左右 啊 建议在 赤寸是81像素 乘以81像素的这么一个 大小的这么一个尺寸的 这么一个icon 啊 目前这个icon的话 不支持网络图片 当position为top的时候 不显示icon 所以这两个的 这两个设置需要 按照它的要求去设置 我们可以打开详情来看一看 这个项目选项里面 这方有相应的一个设置 啊 这方也是一样的 已经帮助规定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设置它的一个路径 啊 这方两个路径 一个是默认的路径 还有一个是 这个默认路径就是我们的icon path 选中路径就是我们的这个 selected item path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地方来指定它的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的话 比如选中的图片 我这方已经准备了一个图片 那这方有一个 我们可以看看 啊 啊这这方是green啊 0的话是默认图片 那我们就可以设一下 那这方就是assets 下面的tables 下面的 啊 点 png 好 这个数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保存一下 这数的话就显示了一个默认的图片 啊 这地方选中图片 当然我们也可以指定另外一张图片 啊 这个后面有个零 好我们把这个来看一下 这个数的话呢 我们是点一下 点一下另外一个 页面 我们切换一下 切换一下这个数的话 你看到我们这地方就是一个默认的图片 当然我们把这个东西可以拷贝到我们的下一个tables里面 这里面 这里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地方有一个另外两张图片 我们可以把它拿过来 那这地方是我们的 教师 好 然后这地方是我们的教师林 啊 这是我们的另外一张图片 那这样的话呢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 这两个的一个 icon的效果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这种方式去设置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 效果 当然这个tables bar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个设置 啊 这个tables bar里面我们会来看一看 比如说它的一个 啊 默认色彩啊 这个color和selectic color 这是设置我们tables上面的一个文字的一个颜色 我们也可以设置它 比如说它默认的话是这种颜色 我们也可以设置它的一个color 比如说这个color的话呢 默认的颜色 我们给它一个0f0 好 它还有一个selectic的color 这color的话呢 我们给它一个 这个就是三凯f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警号 0f0 呃 我们写一个0f0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输入的话 我们来保存一下 这个颜色 我们还是稍微改一下 比如说f00 我们可以看一看 选中的颜色就变成红色了 啊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这个颜色 是默认的颜色 我们点一下 啊 就一看这个这个字笔已经是被改过了 比如说我们改成cc 一个灰色的 好的 这个数字的话我们再切换一下 切换一下 那它的这个颜色就是灰色 啊 跟它的颜色不一致 所以我们可以设置它这两种 一种是它的一个 默认颜色 以及它的选中色 同样的话 我们可以设置它的一个 背景 啊 这个背景色的话呢 我们可以设置 以及它的这个上边框的一个颜色 但是这个边框的颜色仅是black white 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设置costum 如果说costum的话呢这个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再设置一个它的一个背景色 当然这个背景色的话呢 我们给它一个比如警号 呃 比如说 030 我们设置一个这个颜色 啊 这个数的话它就变成这么一个颜色 啊 这是它的一个整个的背景 当然这个如果我们把它设为costum 如果我们把这个cost设为true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 这个telbar就没有了 这个telbar的话选项就没有 我们设为true 好 说true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 我们自定义了 啊 就是自定义的这个telbar的话 我们不需要自己 不用小声音去默认的 我们自己来 定义就好 但是注意这个地方 我们它会去找一个叫 customtelbarindex这么一个路径 但是这个组件它找不到 找不到的话呢 它就会报错 因此来说的话呢 我们需要 在我们这个目录下面 下面我们定义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叫什么 叫custom -table-bar 呃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写上一个-table-bar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目录 它这个目录下面的话呢 我们创建一个 组件 啊 这个组件 我们就创建一个组件 这组件就叫index 好 这个数字的话 我们再保持一下看一看 我们来保持一下这个这个文件 看一看 这个时候的话就没有报错了 这底部显示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 默认的导航条 当然这个导航条的话呢 你如果 在这个啊 在我们的这个选项里面啊 里面是个custom 那么你就需要有一个目录 叫custom-table-bar 这面目录 然后的话 这里面创建一个组件 叫index 这个数字的话呢 才能够 实现这个效果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 table-bar的一个设置 除了table-bar之外的话呢 还有很多的设置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network timeout 只在是我们设置 我们在小程序里面 使用的一个请求的 这么一个网络超时的时间 啊 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一个配置文件来配 另外一个叫debug debug的话呢 是设置我们的调试模式 当开启了debug之后 我们每执行一次都会打印我们的执行的效果 下面还有一个叫for 啊叫functional pages 为forge 这地方是否啊 启用插件功能页 默认是关闭的 小程序里面支持这个分包的这种打包机制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一个小程序比较大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几个这个 把它打成不同的包 啊 这地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subpages 啊 进行设置 另外一个支持这种啊 后台的一个工作进程 工作线程 这地方有这个walkers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设置这个 required background modes 啊 这是一个宿主类型啊 Zubchun 开启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后台的话呢 就具备了后台播放音乐的一种效果 我们可以点击来看一看 比如说我们这样去做 我们在这地方 正是required background modes 会audio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后台的话呢 我们的音乐 我们的页面提出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 啊 播放音乐 啊 后台的位置的话可以生效 正式版需要进行审核 所以这地方是 也是需要审核的 另外一个是这地方有一些 啊 这个分包 这个下载的一些规则 的设置 啊 比如说还有这个resizable iPad小程序是否支持这个 这个屏幕的旋转 默认的话是关闭的 小程序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小程序 啊 在小程序中可以从A小程序 跳到B小程序去 但是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需要通过一个navigation tool mini program appid list 我们需要在这个宿主里面设置 我们需要人水跳转的一些 小程序的这个appid 还有一个叫usen components 这是我们小程序的全局的一个自定义 啊组件的一种配置 相当注册组件的意思 当然还有一个呢 叫promission 小程序里面很多的接口是需要传线的认证的 比如说我们要获取我们的这个定位功能 那这个定位功能的话 啊 比如我们用户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开启或者是关闭我们的一个定位的权限 这个东西就要求我们去判断用户的这个这个是否有这个权限 另外一个叫sitemap location 这个指的是我们的一个缩影的一个配置文件 好以上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小程序这个全局的一个配置文件的一个 谢谢大家